为什么上帝特别重用宋上帝呢 因为他真正知道在什么时候 与上帝同心合意发脾气 我年轻的时候很多人批评我 他不再讲道 他只在骂人 后来我讲了多少道他都忘记了 我这背一句话 他就记得永永远远 很多人说你不要去听他讲道 因为他是很会骂人的 所以你们第一次听我的时候 可能就听到那骂人的传道来的这句话 那个爱发脾气的牧师到了 有哪一个人听过这种介绍的请举手 你看 就包括已经举手的 跟不好意思举手的 一定是很多的 你们很多人听过这样的话 你们听过人介绍你不必去听他 他是没有圣灵的听过的请举手 有没有人这样讲 台湾也有人这样讲 在印尼全国的人有很多他们不满意 所以我就说他是没有圣灵的 那么你问他为什么 因为他不会讲谎言 因为他没有倒下去 因为他没有呱呱叫 因为他不会发抖 为什么没有圣灵 因为他会发脾气 有圣灵的人一定充满慈爱的 有圣灵的人不会发脾气的 圣灵的果子是脾气 有没有 没有吧 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吗 是温柔吗 是仁爱吗 是恩慈吗 是良善的 所以你看他没有圣灵 为什么 因为他是发脾气的 那如果照这个原则来看 耶稣好多时候是没有圣灵的 因为耶稣发了几次的脾气 你慢慢去研究出来 耶稣生气的时候 一点不可及的 把人的对方 人前的桌子推倒 把牛羊赶出去 把这个个子放开来 让他飞走 耶稣基督是不是断了人的生计呢 耶稣是不是妨碍人的事业呢 耶稣基督是不是断掉人当天的收入呢 你看 我们的主是很威严的 我们的主生气的时候 谁能抵挡的主 这段范德 是一段范德 我紧张课 可以